也跟前面讲过的差不多 那里面有几个地方可能要注意的 包含就是什么 一样的Label Label就是这里面的 应该是它占的比例 比如说哪个月份 这个有点像月份的占比 然后呢 Size的话呢 这个总total加起来一定要是100% 比如说这个 这个六月是占20% 七月是占30% 然后 这个是十月份是40% September的话 11月的话呢 就是占10% 加起来应该是100% 所以你这个总total你要是100% 如果不是100%的话 那它就是按照比例去换算 就把它换算成100% 说占的total 然后帮我把它画出来 另外有一个就是说 你最后这个地方 October的部分 是不是要拉出来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往外拉的话 这边有个是 这个炸开的这个地方 Export的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输出 也就是说它这个距离可以往外推 0.1 然后它最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物件 PLT的这个物件 最后呢怎么样呢 跟它讲说 我要把这个东西画出来 那一样给它Size 所以特别注意 里面的话 给几个参数 这个Size放进来 然后Export放进来 就是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炸开 然后呢 Label放进来 把这个Label放过来 那Color也把它颜色的这个画 也把它放过来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给显示出来 所以好像还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就是 它的那个这个格式部分 比如说显示出来的话 它是百分之多少 有没有格式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OK